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112年花莲县太平洋杯全国跆拳道体标赛 11月24号到26号一连三天在花莲的小巨蛋开打 有来自全国143是队伍上签名的选手来参赛 希望借由全国性的赛程可以行销花莲提升观光效益 这项赛事以幼儿园至大学以及社会组的选手为主 分为对打以及品质的项目 这次的报名对打选手有549人 品势则有487人 总计有143队 签名选手在全国跆拳道锦标赛里互相较劲 现在今年是第五届的一个举办 这次的学生有大大小小的学生运动员是1200多人 如果加上教练的话 应该算1100多人 太平洋飞从107年开始 那其实一直举行到现在 已经是算是大家有一个口碑的一个赛系 所以就是借由太平洋 希望就是我们把花莲的这个跆拳道运动气氛的代行 花莲县政府之力于推广体育活动 提升体育风气之外 更借由全国性赛事行销花莲提升观光效益 也期盼外县市的选手来到花莲 以舞会友并感受花莲人的好人情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